专门 東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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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 恭喜呀恭喜 不要 mad Rob塊 好運動好 early � aj a earlier 来 a a new 3 剛剛你看了 你上次就沒了 過年月份 東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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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 南東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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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 今天我們邀請了三家人 來一起告訴我們 就是過年的時候 大家除夕夜到底會做什麼事情 我們邀請了任家 你們家的爸爸跟你們家的妹妹 都來了 對 任爸爸跟你們家的妹妹 來 任家誰也走 耶 會是一份子 今天有相親的味道耶 真的是有兩男三女就是 真的嗎 你說相親 陳爸爸帶了陳志豪還有陳志強 哈囉 陳家 陳家 鼠年秦大運 你知道陳志豪是 上海舞台比賽的總比 男模總冠軍嗎 真的假的 陳志豪你站一下好不好 我站起來嗎 你幾公分 19 193 19 陳志強你站一下 他對比一下 陳漢典你那太勉強 你根本跳不過人家 他長得好像我大哥 他高我8公分 我185 哇 我就記得你已經很高 你弟弟比你高耶 對 而且他不只是上海的 中國男模冠軍的人 他還在後面還選了一個 也是在上海比 我還要請陳爸爸也站起來 全球的一個比賽也是冠軍 哇 我爸生三個 我最矮 真的 聽說你爸生你們家最騷包的 最騷包 我們三個兒子都輸他 好 歡迎陳家三位請坐 還有李妍錦跟妍錦媽媽 好 歡迎來 歡迎 大家好 你知道嗎 輸你也輸到手抽筋 你也輸到手抽筋 我們不能輸他們 我們要站起來一下 那個 看點 這裡很高啊 這個我也要跳的 連這個也都要跳的 他看得也滿厲害的耶 看點 我們幫你準備了一個小板 好 可以做了 謝謝 謝謝 謝謝康哥 可是你沒有 我不敢相信你可以做耶 可是你沒有餐具耶 很不習慣做 有 我有餐具啊 我時間多了 我時間多了 今天讓你家 當你那個任家的弟 我是任帝 歡迎 歡迎 任帝 講話給我聽喔 歡迎 歡迎 從小就喜歡你的聲音了 真的嗎 我敢 真的 我敢 你當我家人 你喜歡他幹嘛 我們先請教那個 陳志強以你爸爸的 那個 審美觀的話 他是喜歡這一派的 還是喜歡李妍錦的一派的 我覺得應該是 李妍錦這一派的 你爸喜歡李妍錦的一派 就是其實李妍錦我覺得 我爸也還不太有興趣 還要到哪一派才行 熟女 他現在這個年 對 應該是比較熟女 比較成熟的那種性感的 女生他比較愛 講了一個人我聽聽看 嗯 性感成熟 甜麗嗎 是不是 甜麗我不行 哎呦 那你直接講一個名字上誰 喜歡這個像 白嘉莉啊 喜曼妮 什麼 像我們那年代 白嘉莉啊 何莉莉啊 我造勢的也是明星啊 那一類型啊 可是現在看到他們 你不見得會喜歡吧 不是 這看審美觀念 並不是說我喜歡他就一定喜歡的到 可是女孩子那個行 那種行我喜歡 OK 任爸爸兩個女兒都是明星了耶 我其實並不希望我小女兒走自己好 結果呢 因為小孩自己喜歡 也不勉強 如果姐姐在旁邊幫她照顧一下 也OK的 然後我覺得這個 弟弟也是明星 爸爸也是明星 好 祝你 弟弟也太老氣了吧 弟弟是明星 可是他頭髮去哪裡燙的 對啊 你這是去哪裡 很流氓 相口燙的 在家裡的相口燙的 好 任嘉軒知道 今天要吃幾天飯 所以那個有空出肚子來對不對 有啊 我好期待喔 鳳梨佳人囉 好不好 好 我們今天要聊一下呢 我們這三家人他們過年的方式 聽說任爸爸你們家過年 通通都到飯店去過的 廚系葉去飯店嗎 他74年以前啊 那個時候都是在台北 跟我父母親一塊 然後會燒年夜飯等等 那很累 我太太因為才上班嘛 後來我跟我爸媽建議 我太太燒年夜飯的時候都燒什麼 就是一般的啦 一般最主要是魚跟湯 媽媽有燒過嗎 當然有燒過 欸 你是純儀啊 很小嘛 七十年很小啊 你應該跟魚是一定要的 魚定是一定要的 湯一定要的 严謹媽媽也是一樣嗎 你應該一定要煮魚 魚還有火鍋啊 對 火鍋那味道是一定要的 OK 很傳統的 我們陳家是誰在做 大姐 二姐 還有我嫂子 還有我 還有我老婆 就大家一起做 做我們家是一定是一大鍋的 那個火雞 火雞啊 對 燒火雞 火雞煮湯 然後還有家裡面那個 像我們家有一個浴缸 那個時候浴缸都是那個 浴缸 對 起早的那個浴缸 那個浴缸 養了最少有四條以上的那個鯉魚 過年是一定要吃 像這個魚 我們家是一定是用鯉魚 而且一定要那個蛋黃多的 過年 牛肉 牛肚 豆干那些 你真的開始吃了 他也都沒有 不是 我看到他已經 現在放了一張 我完全不需要 我家人拿出來的照片 牛肉 牛肚 豆干那些 是烈酒嗎 為什麼那樣照片 你不喜歡 我那時期很醜 你沒看我臉很醜 因為在他時期我在吃類固醇 他在說因為 他怎麼了 我在吃我的過敏 過敏 然後我在吃類固醇 所以整個臉腫起來 誰知道 你不要講那麼開心 誰知道從那時候走到現在 再也沒消 感謝 感恩 所以 大家都是要團圓的嗎 沒有人 讓爸爸 你們家女兒 過年應該要出去表演吧 謝謝 我大女兒是 最近幾年是出去表演的時候 然後你沒辦法團圓 但是要回來 還是一樣聚會在一起 然後你們就去住一個飯店 對 因為當初這個 事實上在七十三四年的時候 還沒有這個流行這種風潮 就在外面度假的風潮 對 因為都是必須要加你拜年啊 拜祖宗啊等等的 那我是一直到 是另外一家你不想見到的照片 對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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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因為過年我們繼續拜 我們現在這樣子沒有 我們在外面住 我們在外面住 我們過年大概七十三四年 看起來在外面住 OK 好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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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沒有看過人家圈這一批照片 我都一直在封鎖 就是殊不知在今天 就忘記了 你這樣只要在康熙出現 接下來就會在內地的各大網站出現 你們看康熙的網站上嗎 我真的很醜耶 你看我那頭髮 小時候醜不叫醜 小時候已經國中了 烏鴉變天鵝啦 然後不可能 反而不是 對不對 所以在飯店的時候 要講吉祥話嗎 對 吃飯的時候我們都會 在飯店裡面都會點火鍋 OK 我爸爸要教他一定要火鍋 然後魚 年年有魚 其實你的菜還是有點 可是每一次夾 比方說夾一塊魚 要跟長輩敬菜嗎 敬菜 都是我在講話 你要講話 都是我在講話 你爸就在主持節目在那裡 所以你夾一塊魚 然後你要講 你們就年年有魚啊 爸祝您年年有魚 祝您福壽萬年 睡省健康 就喝酒就這樣嗎 敬酒就這樣 敬酒的時候也會講 就講一些正話 那不是整個晚上都很虛偽嗎 那主要是聊聊天 談一些愉快的事情 然後我們姐妹倆就 他們就哈哈 旁邊就花在了 吃東西呢 就去旁邊去廁所摸一摸 你幹嘛這樣 OK 臉井家也要這樣嗎 你們家不用耶 你們家都很自由啊 隨便吃 對啊 就是東西來就大家搶啊 先搶到先贏 OK 因為我們家過年 客人流量也很大 我們家過年 一天有大概多少人 曾經最多是無吃的 而且他們家是放浴缸 讓魚在裡面 我們吃我們家隔壁 就一個魚池 哇 就只用釣 釣起來烤就可以吃了 是假的 真的 老闆你大小就對了 你大小就對了 我們家是墊子裡面 你們真的是魚池 對啊 是我們家自己的魚池 對啊 哇那麼大 好大意思 對啊 那我們的浴缸是小屋見大屋 你們在高雄的山上嗎 對啊 高雄哪裡 賈仙 山上過年的時候 客人也是家族裡的人來 不是 都是朋友 很多親朋好友 有些是親戚 有些是朋友這樣子 親戚比較少啦 都是朋友比較多 所以來那麼多人 你就要一直煮給他們吃嗎 所以我過年差不多都是烤的 吃火鍋要不要烤的 就是用少醬 做一些烤肉的東西 做一個烤肉夾是不是 會弄一個很大桶 還有那種濕 大軒你一個人在猛客啊 客人都沒有動筷子 你一個人猛客啊 不是 製造人家我們一直吃一吃 然後我就是要吃一吃 結果你們都沒有結婚 來來來來吃 來來來吃好 來吃好 來吃好 來 林立有余 所以你每一年都要回到山上去嗎 都要回到山上去 那 你需要被人家拍照嗎 這個就一肚子餓 然後再回家就是 我本來以為今天應該不是 不是吃飯 應該是會放一個麻將桌 大家一邊打牌一邊聊天吧 對 因為我們家固定活動就是打牌 打麻將 那我在家裡是扮演諧星的角色 就是 一定要在那邊 周承翰點那種角色 對 大概就是這樣 然後就打牌 我在家裡就是 因為冬天又很冷 我會把腳放在那個 翹起來 翹這樣子 然後 就很舒服啊 對啊 因為小這樣很溫暖嘛 然後跟媽媽他們都講台語 然後有一次都打牌 打到一半 我就在那邊 欸 我本來要碰嗎 這樣我 有一個粉絲都衝上來 要跟我簽名 我看到粉絲 我當場 要放哪裡 趕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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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說你們去跳舞 你們去夜店跳舞的時候 曾經目睹爸爸在舞池中央嗎 我弟 因為他們都住 剛那時候我弟還在高雄 我都在台北人 有一次我弟去 你自己講 有一次 你說哪一次那麼多次 離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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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我去離社 朋友過年 就想說出去約 約去喝一點小酒 喝了以後 他說 我爸很會跳舞 真的有怪老頭這三個字嗎 然後 因為在那個環境 你用夜店 你不會有一個這種年紀的人 會在那邊跳舞 在舞池裡面跳舞 他沒有打扮 然後戴墨鏡什麼這一類的嗎 他戴到 他現在這個頭巾在頭上 然後我說 哇這個怪物 他這個是頭巾 他這個是頭巾嗎 不是套頭毛衣啊 我是奈米的尾伙 是一個450塊 所以你跳舞的時候 把他套在頭上 那跳舞的時候就是 那個好玩嘛 很年輕耶 就這樣嘛 重帶 甩頭啊 他有一個還那個 藍白 好玩 好 好他戴頭套 然後 他戴頭套就在那邊跳牛啊 然後我朋友說 有戴手套嗎 手套好像是戴黑的還白的 黑的 戴黑的 然後在那邊這樣耍 我說 哇靠近怪老頭是誰 然後他就一回頭看 欸老爸 好好啊 我是什麼來的 他在那邊有個面子 在打 他在舞是哪人 Discordination 他會跳 要不要現場讓他秀一下 不是我的舞啊 陳老爸你要不要跳兩部 我的舞加 Discord那個舞是 我等於說不跳啦 可是有時候陪朋友去啦 不得已 不得已 可是那個也喜歡跳 可是我最喜歡跳的就是在舞廳 跳攤歌 可以打接力吧 國標舞 國標我不學 不算國標 那個標準舞那個我不學 他的那個都是 就是代語還是跳舞 舞廳的舞 很有魅力 爸爸不是結婚了嗎 結了幾次婚了 你媽媽是第二個 然後就沒有了 現在就為了 然後就是等於說 合在一起 不合就散 合在一起不合就散 就這樣 現在碰到一個非常合的 就等於說 我就等於乖了 人就老實了 被關注了 被關注了 所以你現在是沒有結婚 可是是被看管的狀態 對等於是說人在一起 人在一起 我也不能結婚了 為什麼 人在一起就這樣子 真正結了婚 反而會分開 我不是兩次經驗就這樣 結婚七年分開 又結婚又七年就分開了 可是這個後面還是 還是有過 人在兩個人在一起 是住在一起 可是不合就分開就好了 何必還要辦那些手續呢 那個陳爸爸現在是開牛肉麵嗎 講真話 你電嗎 你電嗎 來來來來 我爸拿過了嘛 是是是 爸爸超愛吃牛肉麵 謝謝 來有空到高雄 哦 這一家是 牛肉麵菜我想了一個笑話 大牛比較懶 這是人家唱 這個十年前我就聽不懂 你爸又來了 我店裡的員工還是女的 沒事去講我大牛比較懶 大牛比較懶 爸爸在牛肉麵店裡 阿姨有沒有跟妹妹們打情罵俏 阿姨站櫃台 眼睛在看 沒有 我一開始做的時候 生意就很好 真的 那個港督新聞啊 聯合報了 報章雜誌 像那個 很多就對了 十全十美 美食人我 我店裡的廣告 什麼都有了 報章雜誌 你現在是不是覺得任爸爸比較安靜 你比較起來 然後一報導完 那個小姐 各自小巧的到 那吃個雜醬麵 可是你有叫他們兄弟兩個幫你去站店嗎 他們沒興趣 他在讀大學的時候放假 我就要到我那去打工 是幫忙 是幫忙吃 叫他九點上班 一個小時給他一百塊 他十一點才去 去了先吃飽 一個小時兩百 吃飽 吃飽以後對著 對著鏡頭 你這 你這 那五龍五次比較累 需要體力 你睡在那邊 你知道多多累嗎 很多 他可以啊 不是好以前是一百多公斤嗎 一百禮物 在比賽 還沒有參加台灣的比賽的時候 是一百多公斤 你外套可以脫一下嗎 外套嗎 上身也脫到可以 他有大貨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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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脫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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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瘦到幾公斤 現在瘦到大概85 87那一秒 那參加比賽的時候是 比賽的時候大概要瘦到83 因為那時候 整個線條會比較精壯 所以一百的時候 一百的時候是沒有辦法 一百的時候是沒有辦法 你眼睛都已經 幾塊雞了 對… 上節目了吧 你看他這樣很害羞 真的太害羞了 真的太害羞了 斯琳娜下鄉過年 酌代卻被開光了 你們過年為什麼要 擔成電影小二 沒有 這是他們家 所以他們心機很重 他每次都搞個點子 他就要玩那個辣 那時候 那天烤肉的時候 大概有一半都不能吃 就是你玩一玩那個賭博 那賭博樣子 然後他一樣簽名 然後他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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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就 然後那 我聽到他簽名 現在會有客人 衝著你們兩個人去 他的店裡吃牛肉麵包 太多了 太多 尤其是女孩子 可是又 可是又見不到他們兩個 只見到你們 沒事說要他們簽名照 甚至還有我的簽名照 哎呦 眼包都掉了 哇 他現在在高雄那個舞廳 多紅 你爸不是去舞廳都會先 每個小姐都派小費的嗎 對 他派小費 他過年是會去舞廳派小費的嗎 對 他一般就是去一定會 那是過去式啦 以前啦 現在沒有 現在都要講以前啦 OK 還沒有被廢出武功的時候 他最後 他現在比較常上節目之後呢 現在他上舞廳 就是有些小姐 然後在門口就看到他 就那個不是那個牛哥嗎 牛哥嗎 結果我爸聽到就說 就不好意思 就說好好的 進來 原本做一個 就一下就做了七八個 然後都要給小費 反而破費 那這樣不是破費很多嗎 一去 差不多要一萬塊左右 有時候多朋友都差不多一兩萬 大客人 所以說 去了 反正高雄幾家舞廳都認識 都認熟 牛哥 牛哥來了 要不然就財神爺來了 陳志豪我聽說你爸 你們小時候爸爸會帶你們去看脫衣舞是不是 小時候 小時候 就是我印象最深 老爸在我們小時候的觀念是 他騎著五十八個摩托車 載著我跟哥哥 叫說 老爸帶你們去看好看的 結果 我 我蹲在前面 我哥坐在那邊抱著我老爸 然後一到一堆人的時候 就停在那邊 看好看的 結果一看一看一看 你還記得吧 陳志豪 一看一看我看 陳志豪 你有沒有看到阿姨的那塊 那是紅色的 是不是 還是粉紅色的 那時候不懂 你遇到小孩可以進場嗎 那是路邊的那一種 我有看過 沒有 他們那時候小啦 可是真的有那個時候還是 左右手都有 腦筋不好說看什麼 路邊的那是一定有看過啦 所以 等一下 打麻將這件事情我先搞清楚 陳志豪說連打十五天 連緊最多打幾天 沒有打那麼多天 但是我們是可能一天 就可以打八九個小時以上這樣 OK 可是我們是打很快 他們是一個小時就一醬 那妳呢 就也差不多可以這樣 十五天 沒有沒有沒有 一天 我只會去打五天那麼久 這個是 這個是誰的排桌啊 沒有 是飯店的 我們飯店的那個 我們住的飯店 把那個飯店的 現在換桌 外外在任聾圈 在哭了對不對 穿桌臭起來 這個是 那個是神漢點色 哪一個 那一個美眉啦 那都是我妹啊 那都是我妹啊 我家裡面都會經過一段時期 你那麼抽到 我喊沒在意而已 我覺得你們家 照片很容易有破綻對不對 所以那就是 頭小鴨變鳳凰嘛 是不是 剛剛去烏鴉 為什麼要當烏鴉 所以你們 你們跟爺爺奶奶打嗎 這樣 對 然後他們排氣怎麼樣 只有過年的時候打 爺爺就是老麻將 很會打 那種跟我們打都很無聊 然後他們就會 就連打奇麻將 然後就說 你要這個 我就偏不給你們 為什麼 他們都知道你的牌 他們都會知道我們的牌 然後彼此都會知道 那 書錢要給嗎 給啊 因為我很小 賣完十塊二十塊的 三十塊 你們吃年夜飯吃完之後 並不是要賭很多那種什麼 骰子啊 或者什麼 沒有沒有 它是聊天吧 就是聊天啊 就是打哈哈這樣子 只有聊天 然後看電視上的那個 過年特別節目 對啊對啊 就是可能家裡面的人會 互相聊天互虧啊這樣子啊 OK 因為我們前面那一邊 都會省火啊 省火爐 比較溫暖 省火爐 因為路上嘛 過年的時候都 比較冷 所以有木材生火 所以大家會在那一邊 沒事做就打麻將 然後 需要手睡到過十二點 它會 它會起來放鞭炮 我每年的 就是到十二點整的時候 我都有放鞭炮 就是固定的 OK 那任爸你們在飯店怎麼辦 我們沒有放鞭炮 但是我們手睡到十二點 給爺爺奶奶 一定要到十二點 爺爺奶奶的磕頭 鞠躬 爺奶也要熬夜到十二點嗎 對 我覺得爺奶超應該都在那邊 不會昏睡嗎 沒有 所以麻將打到快十二點嘛 然後就開始拜 就是拜年嘛 過年拜年 然後拿紅包 我們拜年是會就是 爺爺奶奶坐在那邊 然後我們下 真的貴嗎 全部都貴下 現在沒有現在是鞠躬 小時候是貴 以前是貴 現在是鞠躬而已 你怎麼那麼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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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時候有一張團隊 對 很高興 然後拜完 長輩拜完之後 然後變成他們再跟我們拜年 我們再給他紅包 然後不然之後 我再跟誰來拜年 你爸給的金額是多少 六六大順 六千六包 好像錢 好好喔 就固定丟六千六 媽我今天給你磕頭 拜年你給我錢好不好 然後我們再說再研究 幹嘛 你磕頭都沒有紅包嗎 不是啊 現在都是我發紅包給媽媽媽 我現在也是會發 可是他還是要發紅 還是要給他 因為紅包帶有氣力 那為什麼都沒有 我每年都有收到紅包 但是今年 還沒 還沒動 不是 因為以前是我 我公公還在的時候 他每年都有紅包給我 他已經走了 媽媽媽 背面 媽媽媽 過年不要講這種 生意 那個 通常長輩好像會把錢抽出來 然後 只拿那個紅包帶一絲一絲 哪有 那你紅包帶抽出 所以就把錢給我 沒有吧 為什麼 我都是這樣 我們家過年習俗是怎麼樣 長輩 按照次序排排排做這個大桌 再小的就是在旁邊 弄小桌吃 開動就等從大姐姐夫 敬爺爺 然後一家一家敬爺爺 然後再大家互相敬 這個 這是一個 弄完以後 叔叔伯伯會打麻將的 就湊一起打麻將 那家裡是過年年夜是守睡 決定守到四五點天亮了 那 媽媽就帶著姐姐哥哥他們 包水餃 那不會包的小孩就是在家裡 看電視想睡覺的照睡覺 就是這樣 包水餃有什麼規矩嗎 包水餃是 有包素的有包昏的 可是初一一定要吃素餃子 初一不動刀 這是我們的習俗 那餡裡面有要包一個什麼特別的東西嗎 擺了不是元寶 不是元寶 有擺一個洗乾淨的十塊錢 十塊錢 我有一次擺 我們一包我們那個大面板子 一排一排都擺很多 然後一層一層擺冰箱裡面 擺冷凍擺下面冷藏 然後初一早上就是煮水餃吃 買一個裡面的 只有擺一個 一個 好幾百個只有擺一個 誰吃到那一個十塊錢 誰這個今年會發財會幹什麼 我建議改一個兌換券 沒有我們就 收到的話就中一個鑽戒 就是有一 沒有那個那個危險 幾個幾百個子包一個 那個肥險 危險你鑽戒擺下去的話 不是 我說買個兌換券 哪一張紙上面寫一個兌換 鑽戒一紙 放進去 那個碰到水就完了 碰到湯 有一年就是我 早上吃水餃 我第一顆餃子第一口 我一吃被我吃到 你就吃到十塊錢 吃到十塊錢 就換阿姨了 就是換來阿姨先換 換老婆 他講這些事情 你們都記得嗎 就是我們很小時候 但我小時候的記憶 唯一的就是 我們也是要磕頭半年 然後領紅包 那在我的記憶裡面 我就覺得 因為我們家都外省人嘛 然後我們住那個眷村 也都全部都外省他 我覺得 我就覺得外省人給的紅包 那個裡面 錢都很少 沒有錯 像逢年過節 我們可以 這兩個是你們兄弟嗎 這是我跟我弟 他跟他弟弟 我們兩個沒什麼變 陳志祥還蠻像的 對啊 陳志祥比較像 最左邊那個是我唐妹 然後最右邊那個是我唐姐 OK 所以 你以前拿到的紅包 最少可以少到多少 50塊 那時候有那個紙的 紙超50 紙超50 你真的是找期待吧 沒有沒有 你們不懂 那個年代就是這樣子 因為眷村好幾百戶 那個 拜年 我們是不帶小孩去的 我們家是決定不帶小孩 可是別人家 如果帶小孩去你家拜年 你們就要每個小孩都要給紅包 都要給紅包 確實 那我們我是像他們我是 你看他以前那樣子 一把以前真的很撒包 對 腿就比較開那麼開有沒有 大牛嘛 大牛比較懶 對 所以 爸爸是帥哥 沒辦法立正戰 所以 所以那時候 如果別人都帶小孩來拜年 你們開銷很大 所以說 那個時候50塊 那個時候50塊 講真話也很大 那你就應該帶小孩去別家 不是 但是那時候爸爸媽媽有那種 台灣人的那種 本省人的朋友沒有 我們節目是 一報到你了嗎 你今天是要把一年的份 都補回來 不是 不是 因為為什麼 像我們去人家家裡拜年 人家小孩我們要給紅包 那他們來我們家拜年 也不給我們小孩紅包 可是這個一給 真的給的不得了 對 所以說都是50塊了 我們給他們紅包 都是1000塊 200塊 沒有沒有 小時候沒有那麼多 現在老爸一包給你就是2000 2000 多的我也不給 你們給我紅包 我都是錢抽出來 退掉 因為你賺的比他們多 是啊 就是這樣子 你男工作也賺很少是不是 是很少 辛苦了 所以 你出道後第一個工作 就是男模特兒嗎 我之前做健身教練 然後一邊做健身教練 一邊做模特兒 然後你們一工作 就要給爸爸紅包 沒有沒有 爸爸不會跟我們收紅包 我從來不收紅包 他們有包給我 主要包給我意思 也是要找我拿紅包 他們給我紅包 我一定把錢退給他們 每年都這樣子 你有看一下金額嗎 他們包給我 像我大兒子 從美國回來時候 包給我都是包5000 包什麼 照樣給 美金貌5000 台幣 那我給兒子 給大兒子美金 這一給就是兩三千 三五千的 就是少不了 甚至一萬塊 那Selena你包給爸爸多少 很大的數字 去年 我忘了都有包多少 對 很大的數字 非常好 你沒有到很大了吧 我去年包多少 那我主要是 可是你爸有把錢 抽出來還給你 然後把紅包收上 沒有 沒有耶 你讓我身上一定 錢抽出來 然後存到隱藏制 對 然後存到隱藏制 明星過年 竟然最怕遇到粉絲來拍照 現場模仿 現場模仿 我就說沒關係 你看電器就好 妳也很怪 妳在現場 我不是贏 她畫過人 這個還好 我現在遇到 每個女生看到 我就說 對 那妳拍照都配合嗎 我以前一開始 就是頭一兩年的時候 都會有拍照 然後現在就覺得 是來看 妳在那邊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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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跟我拍就拍嗎 那妳們過年的時候 然後並不會賭那種 比較瘋狂的賭法 就是還是打麻將 就是打麻將 會玩嗎 其他的 也是有 或者更難的那種 什麼狀元紅啊 沒有 我覺得 還有那個 推銅 我覺得那個玩法 大家都是公司在玩 對 就尾牙或什麼 大家都看不出來 那推牌酒呢 沒有 年輕人都不會 推牌酒幾乎很少 她不知道什麼東西 這樣推牌酒不行耶 以前還有人會推牌酒 對不對 現在不行了 這樣推牌酒會抓咧 會抓嗎 因為那個賭汁太大 那賭汁大 等於是 那個是賭博是不是 還想是用什麼玩啊 麻將是文方面的 然後妳也可以 黑黑的上面有點 一二三四五六七那個 妳下次可以 妳家可以做一件事情 就是妳把麻將牌裡面的 筒子全部都挑出來 那就是推筒子啊 妳可以推筒子啊 推筒子是一種簡單的推牌酒 所以妳們家有玩推筒子嗎 沒有 我有玩過 但是就是去 那時候去Ella家 我們出三的時候會去Ella家 妳們為什麼出三都要去Ella家 也沒有出三 因為出一出的大家可能都有 比較要忙 對 去年了 對 去年我們在Ella家 你又沒有經過Ella同意 不好意思 我們過年為什麼要扮成店小二 沒有 這是他們家 所以他們心機很重 她每次搞個點子 她就要玩打 然後她就 去年她就 我們嚇到了 然後她 陳爸陳媽 他們家在哪裡 在屏東 屏東還借得到店小二的衣服嗎 他們從台北準備好了 台北的樂舞街區 她媽媽 陳爸陳媽在做什麼 裝成圓外 圓外 因為他們就是 有很大的院子的 所以晚上的時候就是狂賭 開好多桌 這邊有玩什麼的 玩什麼的 然後我就 然後烤肉 卡拉OK 可是連出三 你們都要特別去屏東啊 對 沒有就是 對啦 就坐在一起下去 然後同事啊 很多人在中南部都會來 三個小 三個孩子的爸媽都去 對啊 陳爸甜爸 皮皮爸爸我們都去 跟皮皮媽媽 還有 你們還要出去郊遊嗎 我們會 他會帶我們到附近走一走 謝謝點心啊 那這樣不會驚動地方人士嗎 有啊 我們那時候 那天烤肉的時候 大概有一半都不認識 就是你玩玩那個賭博 那個賭博樣子 欸欸欸 然後他就要你簽名 好好欣欣欣欣欣欣欣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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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性都不會開口 妳有打扮漂亮嗎 有化妝啦 化一點淡妝 因為知道要拍照 妳還好 可是那個賭的那個氣 化不了 化不住 氣質沒有辦法 對啊 我剛才看腳本 我才知道說我媽 趁我在睡覺的時候 讓粉絲進來房間跟我拍照 妳不知道這件事嗎 妳睡著知道這件事情 我剛才看腳本我才知道的 妳睡著的時候 我睡著 妳媽媽放人進來拍照 不是 因為她說她是熟悉的 她是在我們那個地方賣菜的 的太太 媽媽妳很熟 妳睡的時候 也不熟了 我不會熟 我不讓她進來 我總不能堵在門口說 妳不要進來吧 是不是 妳在我那拍張就好了嘛 我說好 拍張還要再拍第二張說 這樣就行了啦 不要這樣 因為我在睡覺 妳明明知道要回去 會引發拍照熱唱 妳幹嘛不化妝 我在睡覺 我怎麼這麼難 她在睡覺睡回來 所以妳媽不想要叫醒妳 來跟人家拍照 所以她就想說 妳乾脆睡覺 等一下 我打架一下 有沒有穿衣服 有可能 或者是至少睡覺很性感 漂亮 妳在睡著的時候 可能很醜 對啊 嘴巴張開 她在那邊流口水 然後旁邊 會瘋掉 所以妳為什麼不配合一點 下去跟大家拍照 我回家是想要休息啊 去年我就發脾氣啦 我就想放鬆一下心情 因為回到鄉下是 對啊 而且服化妝很舒服啊 對 妳每天在那邊 妳在那邊撲粉 等一下來拍照 那妳為什麼不秘密的回家 會搞到大家都知道 我秘密的回家 但是 就是有人會去宣傳 沒有 而且過年 叔叔的朋友 有些親戚朋友看到 我開始下去 欸 那個李妍晴回來了 要拍照 趕快上去喔 結果有個大聲功這樣子 然後全門就會跑上來 所以妳每一年都不配合拍照嗎 我會跟他們拍照 但是我去年我就打電話 好 演藝工作蔡新勞 成漢年要宣布退休啦 怎麼可以當初 做秘密這件事情 有跟你商量過嗎 對啊 很舒服 對 然後就是很累 非常非常累 然後犧牲了很多事情 因為我其實不希望他 大家都會演藝很辛苦 所以妳退出吧 我要不要幫妳宣布 就是 沒問題 我覺得我 我挺不住 我挺不住 所以妳每一年都不配合拍照嗎 我會跟他們拍照 但是我去年我就大哭 因為他拍到 我拍到生氣啊 我打哭 明天不要回來了 我就大哭 所以妳現在真的不敢回去了嗎 沒有 是哭給他看的 媽媽因為很難過 結果那個叔叔在那邊就整個嚇到 他說對不起啦 我不知道妳不喜歡人家跟你拍照 因為覺得像在工作 對 就是覺得很像在工作 明天去回家 這應該是光榮嘛 對不對 是 很棒 長輩不了解 你又不是董神 對 那是不美式的 但是也是一種不擾 那以後就規定說初一好了 年初一大家要拍照就來 然後其他的就不要 對啊 那妳拍照都配合嗎 我以前一開始 就是頭一兩年的時候 就會比較反抗 然後現在就覺得 是來拍燈燈燈燈 日子也不對 你又怎麼跟我拍就拍吧 我現在都會這樣講嗎 要珍惜現在就對了 其實我們不是不喜歡人家拍照 是因為那時候是在家裡面 是很舒服的時候 不是那種工作很戒備的時候 那就很不舒服 因為我們那是三個月嘛 要給妳拍照嗎 珍惜現在 你為什麼吃完西瓜 又在吃鹹的菜 沒有 我想說 隨便吃啊 隨便吃啊 過年還亂吃啊 你錯這樣亂吃 你現在參加家庭聚會的時候 有人要給妳拍照嗎 其實那都是一些認識的親戚 都認識的 真的要拍照 他們也不會特別喜歡過來拍 因為都很熟啊 那為什麼會要刻意過來拍 那在路上會碰到一些粉絲嗎 偶爾會 偶爾會過來拍照 偶爾會過來拍照 對 要你現場模仿給他們看 現場模仿 我就說沒關係 你看電視就好 因為很怪 你在現場裡面 我現在遇到每個女生看到 我就說 對 很累 交代 我快瘋掉 很累 那你們兄弟還要回去牛肉麵店 就是讓人家拍嗎 我們沒那麼好 沒有人就找我們拍照 但是 會有那種小朋友 會有那種小朋友 就是譬如說 媽媽爸爸的那種朋友 然後因為在電視上看過 小孩子看過我們 對 所以我要去找那個什麼哥哥 那我也不是說不願意拍照 拍照我都願意 難過是要給紅包 他不會跟你要紅包 小孩子 因為也不是說 會跟我要小孩子不會跟我要 但是 因為是媽媽的朋友 或是親戚的朋友 那種小孩子 你來了就是一定會想要給他的紅包 因為不給的話好像一直說 沒關係 您爸爸賺得多 有點沒關係 因為你失血會難過 是不是 所以後來我都乾脆 乾脆 我就說 媽如果你要找他們來的時候 你等我在麻箱桌上面的時候 我再叫他來 110個要1000耶 因為我一坐在麻箱桌上面 他們來的時候 我就說我在打麻箱 你好 恭喜發財 就是這樣做 所以說 你說我們家的起俗 這也是爸爸的規定 對 就是說拜年 串門子去拜年的時候 不要帶小孩去 帶小孩去 還是要跟人家討紅包 這就有一個現成的在這講 你要帶小孩來 還要給紅包 因為爸爸都帶他們家小孩出去拜年 對 我們都是想好 但我爸身比較小 因為人家帶來了大概四五個小孩 我爸怎麼包都還是虧 我們怎麼交給他還是虧 不會啦 不會 我們有個事跟親戚朋友講好了 一直免 我問你 你會不會 你會不會 朋友們 來給了女兒紅包 你會要拿出來看是多少錢 然後再依照這個數目 還到對方家裡去 應該會 要這樣子嗎 尤其對方如果小孩比我們兩個 他要少 只有一個的話 他就會要我們兩個看 好 那他們如果一個人得到了2000 那他只有一個孩子 對方家裡是四個小孩 就每個1000 對 那如果一個小孩就一個人得到4000 對 這樣比較說得過去一點 所以後來漸漸的就沒有了 後來我們乾脆說取消掉 因為他們都覺得這樣可能很無聊 好無聊 所以當然就互相講不要給 但我們小孩子就 還是期待 我們會大吃虧 我們會大吃虧 我們會收了一半以上的錢 那 最小最吃虧 那沒錯 過年的時候要 就是客人來說 要出去迎接社交嗎 就是 會吧 會打個招呼 就是一定要叫什麼 叔叔好 阿姨好 新年快樂 講一下吉祥話 然後不會給客人特殊的 什麼飲 甜湯啊 什麼這些東西 叫吧 沒有 那都是我們家都是桌子上 現成 有現成的花生瓜子 糖果啊 什麼牛肉乾啊 擺在那邊 客人來 端給客人吃 那個時候都在賣糖果 我們家是煮桂圓茶 桂圓茶也有人講 沒有我沒有 你當給客人嗎 因為用人 一定要端這個 客人才能把 給用人的茶包放在 那個底下 所以我們家從小看到 那個紅包上都有印 然後任爸爸來的話 上面就印一個任字 所以茶包放下來 用人收的時候就知道 這個是任家先生給的 他給他的紅包 給用人的紅包 剛剛是反過來了 我們給人家的紅包 要寫人家的名字 怕給錯對不對 怕給錯 因為大小不一樣 金額不同 不同 就像我們交情好 幹什麼幹什麼 這個交情好 給的大一點 交情不好的少給一點 給媽媽的是給一萬 給姐姐的 小孩的是給多少 給叔叔的是給多少 都寫好 還給朋友那些 還看交情 以前看我爸爸給的話 他是 比方通通都印的是杏菜 可是如果是 比方說給司機的 就是小一點的 然後他就放在左邊口袋 然後給朋友小孩是大的 就放在右邊口袋 不同的 然後就是看到司機 看到別人的司機 就給小的 可是都是印著菜字這樣子 然後我就會 我就會常常看到他 好像心上買攤那種 對 就 我有時候會覺得很 我也覺得很煩 就這樣 等一下都過好事 你看看 沒有 可是也很虛為 因為我們也要被檢查 所以我們收到多少錢 然後爸爸也要全額退給 對方 所以就很煩人 然後早上 有的人 以前半年的 有的人行程很趕 早上八點就到你家來 然後你除夕 你除夕熬整夜 然後你八點 客人就來了 就跳起來 趕快換衣服衝出去 跟他半年 然後領著紅包再倒回去睡覺 然後下一個客人又來了 就是 沒錯 像我大人除夕 我以前都會帶我爸爸 去他同學家 很早就是拜你 因為他們要跑 他們要跑好多家 好多地方 我覺得我沒有拜過你 因為我以前小鞋 你想跑紅包是嗎 不是啊 因為我們家在賣糖果 然後我過年期間都在賣糖果 謝謝 所以我印象中 我沒有去跟人家拜過你 賣糖果 對啊 因為我們鞋魚以前是經營股市的 就張貨店股市都有 對啊 就早上起來就 一斤八十塊喔 多買一點嗎 多買一點 當然一百囉 你小時候做這個嗎 對啊 好有趣喔 你不就愛吃 你不就愛吃什麼就吃什麼嗎 因為以前 我小時候時候家裡是做南北貨 除了賣糖果之後還要切菜 因為過年有一些像年糕啊 那些我們有在賣年糕 還有一些菜包上的 這南北貨的東西我們全部都有 哇 那你現在拿紅包拿到最大是多少 蔡康永德 大概兩千吧 沒有 我沒有要給他 沒有要給他 我怕你帶哏你趕快滾下去 我怕你帶哏真的喔 你要給工作人員 你今天 你今天在康熙 你今天在康熙這麼久 也是主持人 你賺很多吧 所以你要給工作人員囉 是 你知不知道 我知道啊 真的會給嗎 會啊會啊 全部工作人員 ok的啊 真的假的 ok的 是給紅包裡面要我裝東西喔 對 對啊 所以你講會大出學 你知不知道 ok的我ok的 你就給人家二百五嗎 所以我想要多吃一點嘛 我的過年沒人吃 歌手要給唱片公司吃個人紅包嗎 我們之前會 就是尾牙的時候 就每個人 我們是每個人包五千 只有唱片部門的啦 ok 然後尾牙再捐 因為我們的公司 那時候公司還有一些其他部分 就是除了唱片之外 還有3C 還有什麼化妝品 對 所以大家都一起辦 所以我們每次捐出來的錢 那個紅包常常會 給一些陌生人抽到 對 但是自己的那種真的辛苦一年的唱片公司 我們反而沒有拿到 所以我們就會另外一個人包五千 謝謝他們 但今年不一樣 今年是一起辦 好 就是只有自己的人一起辦 ok 我們就會就是尾牙捐大一點就完 嗯 然後要招待什麼出國旅遊這些嗎 沒有耶 我們沒有 沒有這樣的壓力 為什麼 萬一尾牙被拱的時候怎麼辦 那是星光芳的壓力 那是星光芳的壓力 今年換星光芳 對 今年換星光芳 是照片銷售排行榜是不是 對 可是不會 他們不會拱 就是只是我們抽到 通常我們 像我們三個都是會抽到大獎 嗯 Ella會抽到最大 我大概抽到第二大 那就一定都會被攻出來 但是 不是故意設計你們抽嗎 不是吧 真的運氣 運氣還不錯 真的 抽到幾萬的 當時抽到幾萬的 VB每次都抽到那種什麼 MP3E的 或什麼DVD機器 但我跟Ella每次都會抽到現金 最大多少錢 最大的 上次抽到你們自己抽到的 就捐出來的 所以上次抽到兩萬吧 還是五萬 我記得五萬就捐出去了 捐出去了 還好公司不會叫我什麼Double再捐出來 還好他們還沒有那麼狠 就是叫我捐出來 那你們王蔡也要捐 尾牙要捐什麼包出來嗎 年薪有破百萬的都一定要捐 然後我們公司的尾牙會有老闆 每年都我們股東馬都會去 然後 我們公司在看我 想了沒 幹嘛你每年都不給啊 給我 好有種 來 搶搶好 來 一起敬康永哥 來 這一家一家敬 一家一家敬 康永哥 祝您新年快樂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然後康熙來了 永久收視第一 紅通通 謝謝康永哥 耶 張馬先生 等一下 我們家其實我講一家一家 是 你要玩 你那個人要中 因為我吃飽有力量 OK 是妍緊家 阿姨 康永哥 你好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妍緊媽媽 新年快樂 來 換個妹子 妍緊在裡面 親你然後她一直到下 好 新的朋友 好 不敢 當然不敢 謝謝 謝謝 屬於云亨通 跟爸爸萬事如一喔 感謝你 祝你今天起床 感謝你 好 新的朋友養育生 養育生都帥了 妳要不要真的加入他們家算 因為我覺得 妳要入罪我們家嗎 我們家是沒有男生的 但我想我跟我妹 沒有人願意接她妳 我問妳要我媽要不要 媽你要收留她媽媽 妳妹妹當初 做明星這件事情 有跟妳商量過嗎 我問她 我還記得我非常非常認真的 跟她坐下來講 我說妳看到姐姐這樣子 這麼辛苦 對 然後就是很累 非常非常累 然後犧牲了很多事情 我說妳還要嗎 因為我其實不希望她 我覺得很辛苦 妳犧牲很多事嗎 只有談戀愛被拍而已 妳不要 妳有學生時代 沒有啦 我學生時代 對 大學 失去自己的生活 對 我大學沒有享受到 然後也沒有辦法什麼的 我就覺得 希望她不要 但她就跟我說她還要 我要走這盒 燈燈 燈燈 我們要賺錢 我們要賺錢 她說她賺錢會不會直接 可是妳賺得過硬結嗎 就努力囉 以後啦 如果有必要賣血好了 永遠真的不要想不開 真的耶 如果我們家我小孩 我們家小孩如果想走這一圈的話 我會勸她真的不要 真的嗎 太辛苦 我們現在已經卡進去 已經躲不開了 都會對演藝圈都會很嚇 加油 我進行你 加油 趕快跟漢姐哥握我手 以後誰要賺到貓 漢姐哥握我手 不要 不要 不要護你了 選原神大運 你不要念我妹妹的事 沒有啦 我數數啦 我數老數啦 大家都在演藝圈很辛苦 所以妳退出吧 我要不要幫妳宣佈 沒關係 我覺得我 我挺得住 我挺得住 真的嗎 我挺得住 OK 完了 數年又要繼續行大運嗎 只要看我們哥不嫌棄的話 就讓他再紅一點 只要看我們哥不嫌棄的話 剛剛長得就好鼠了 對 好 我們今天跟大家介紹了 三個不同家庭的這個 吃夜飯的規矩 如果覺得好玩的話 大家也可以吸收到自己家裡面 來試行 好 大家祝福快樂囉 謝謝 謝謝 謝謝